今天的影片有點不同 想說一下來了英國之後 有沒有後悔 其實跟大家一樣 過來之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考慮 本身工作 你的樓宇 你的車 讀書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讀書 其實很多事情都需要想 但很難去決定究竟是否要過來 想過來的時候很難好像想立刻實行 直至什麼時候呢 直至遇到那個疫情 疫情是說小朋友 你看到那些照片 他們根本坐在沙發上 只是想Zoom 國際學校的情況好一點 因為他可以上學的時間 時間比較長一點 他上學的話 我見他整天都只是坐在沙發上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我覺得好像 好像不太行 教育的情況 還有你知道 香港經濟又開始越來越差 所以 Hello I say hi 大家先 這個是Negget 他也要跟我們過來 我們過來的時候 還有他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事情需要處理 所以 決定 疫情問題 讀書 我覺得效果很差 所以我們決定離開 過來英國 幸好我和太太都在加拿大讀書 所以 比起去外國 來講 不算是很陌生 以及不會很擔心 究竟生活模式是怎樣 但是 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 他們始終 沒有試過在其他地方 長期生活 旅行 當然你說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就算你說 之前試過來英國 讀了一個summer course 可能是一個月 半個月都好 但是其實 和長時間 改變的生活模式 始終沒有試過 所以有點擔心 但是 剛才所講 疫情的情況 我們決定了 真的要離開 過來的時候 和大家一樣 很多事情需要處理 你們的BNO 你們的 機票 要想住哪裏 也要想找哪裏 找哪裏教學校讀書 那 有些重要的 可能想起 過來有沒有工作 還有 狗宅的時候 也不知道 應該用什麽方法過來 究竟是Agent幫我們搞 還是自己帶他過來 所以 其實 很多顧慮 很多顧慮 那 直至 直至 開始的事情順利 申請一樣 批 驗身又搞定了 嘩 很多事情等很久 搞了一年之後 去到最後那天 最後那天 八錦交集 決定離開了 好像突然那天 一起來 真的要走了 所有行李 當然之前 大概12件 還有4個背囊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過來的時候 早起床 約車 車又擠不完 很多事情 去到機場 家人又到了 開始送機 你知道以前 很久 已經沒有送機 這件事 以前 很多年前 啟德 出去 那時候我們去讀書 就說有送機 但現在哪有這件事 去旅行 每個都走 就走 好像一個禮拜後 回去 但是這次的送機 我覺得 很奇怪 感覺 就是 怎麼會送機 突然想回 但是就是這樣發生 過到來之後 就很不同了 這隻東西 肥嘟嘟的 你看 多好腩 正啊 這隻 超好玩 過到來之後 其實我們之前安排了什麼 這裡 可能你們適合你們用 那就是說 我們過來 過半月的B&B 之前 那為什麼 過半月呢 因為我知道我過來 會是買樓 那買樓的話 就算香港也好 哪裡也好 你不可能買樓 就算買新樓 你都不會一個月就成交 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預定過半月 那我預計過半月都不行 因為上網看了很多 research 說起碼你要成交都要 嘩 可能要兩個月三個月 你知道二手樓呢 可以去到半年都可以成交不到 都不出奇的 好視乎究竟 那個人 會不會 就是你賣家呢 會不會他搬得走 因為他可能買不到 又或者他突然間買賣又不想買 那所以很多原因 導致二手樓很難買的 那 跟著我們過來看看情況 可能買新樓都不出奇 那過到來 我們第二天 車就到了 為什麼無端第二天的車就到了 就是因為 我在香港呢 已經買定的車了 沒有人在我這邊幫我手去搞文件的 那我是直接跟車行 那你看我其他片 我有講會細節是怎樣做 那直接跟車行去買一部車 那跟著給了我香港的牌照 那我叫他介紹個agent給我 幸好那個agent 原來真的幫到手 那我在香港呢 都是用agent去幫我去跟車的 那但是過到來 想著 會不會上網搞 你知道全部東西都上網做到的 那上網 那我看 哇 其實這麼厲害 你給他個資料 他就和你交換 然後間間就比較價錢 那樣的 那我想就是說 一定網上最便宜 那發現不是 那我找agent搞 他不單止呢 就問我一些情況 就是說 我香港究竟開什麼車啊 他知道我其實幫不到我 NCD NCB 那個級的東西 那60%過不了他 那但是他可以和我去bargain 那個價錢 就是用我一些特別的condition 那我給了一些照片 給他資料 我開什麼車 那接著我擁有什麼車 那我給個list去之後 就說幾年車 幾年牌 那他跟我搞一個特價 我覺得 哇 比外面更便宜 那些 那些 那所以我現在so far一直用他 還有呢 我有很多問題 我真的有人幫到我 那我真的有個contact 那所以agent 我買車 我就through 車行 那我直接下order 那好彩他refer了一個好的agent 給我 那所以我現在一路用他 那agent幫我搞了一些保險的東西 那你這裏買車 很有趣的 他會和你搞一些牌 或者那些稅那些 他會告訴你怎樣去交 那其實那部車 你有看我其他影片就知道 那那部保時捷呢 那其實他有個優點就是說 他不是很怕被人偷車的 因為其實他有一些tracker 那tracker其實挺保護部車 那所以那個tracker 也都要加上一個 那些 就是登記 那你搞很多文件 但是呢 其實順利的 那因為那些東西 全部一個step一個step 車行會告訴我 那所以我買定這部車 預了我7月26號到 那我就叫他7月27號 送一部車去我門口 那送一部車來很正常的 他不是開過來給你的 很多呢 他就說 他可能找一輛車 你看照片一樣 就是說找一輛車拖過來 就是帶過來 就是帶一輛車過來的 那接著就交給你了 簽文件搞定 那所以我第二天就已經有車 我們就用很短時間 就約agent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已經約定agent 但是不是約到很多 過了之後呢 就不斷看那個rightmove 看supra 這兩個網站有很多的樓盤 看完資料之後 再看新樓盤 我們新舊交集住去看 我們看了大概用了兩個星期左右 就看了大概40以上的樓盤 正常的 這裡看幾十個樓盤很普通 因為呢 尤其是我們香港過來 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層樓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呢 這裡買樓 你買屋 你不跟香港買apartment 就算這裡買apartment也好 手續啊 情況啊 跟香港可以不同的 所以呢 我們要過來看 那跟著 因為始終你不是小錢 你二十萬都是錢 更何況幾百萬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過來看 後來真的看對了 我們跟整個family 覺得對了 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決定買了 那立刻make offer 我們就當時呢 就願意多多大概五萬元左右 然後就立刻make offer 我們想怎樣呢 我們就是希望這五萬 可以lock死那個賣家 他當close了那個deal 跟我們就算了 不要再找其他人了 幸好我們中間有很多negotiation 直至當時那個賣家就說 OK 立刻賣給我們 那我們搞一搞 我們就push一下他 引一下他 又哄一下他 又跟他聊一下 又跟agent又夾一下 到最後超幸運 我們還可以在九月三十號 那個stamp duty holiday 即是關於那個什麼 外來買家呢 還有一個少少的percentage 優惠呢 那我們可以撕到那個時間 所以呢 政府再退回幾萬元 好像大概七萬八萬元港幣給我們 所以呢 是幾好的 那我們是撕到 那整件事呢 我們用了大概過半月左右 過半月去完成整個二手樓的買賣交易 由看樓make offer 跟著到最後收鎖匙 大概是過半月 差不多 超快的了 告訴你 其實是很少人做到大概過半月去買一層樓的 那我們是叫做好彩之餘 當然有些technic 那可能你看我其他片 我講樓宇買 即我這個case才會講細緻一點 那我們就學校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決定住哪裏 所以我學校就搞定 車搞定 住那裏又搞定 Airbnb跟我過半月 剛才說了 其實我過半月不夠的 後來呢 過半月再預約多一個月 即是總共兩個半月 所以呢 我Airbnb住了兩個半月 那裏有限錢的 大家可以計算 你喜歡住大一點也可以 住小一點也可以 總之我住了下去 我又有它的地址 因為我過半月嘛 所以我可以拿它的地址 然後去申請東西 那他又不介意 那我就覺得 大家都好 還有對我 我又方便 我不需要搬來搬去 那所以我總共住了兩個半月 Airbnb 我就move in 進去 我現在住在這裏 那我有車 有地方住 學校已經正在上學 因為那時候 我收樓的時候 大概9月30日拿鎖匙 我10月15日 就搬進來了 中間 你看到那些照片 其實我便 放了很多努力 例如做地下 油牆 做很多東西 那兩夫妻就不斷做 日以繼夜地做 然後又去買東西 這裏很有趣的 遲些給店舖的你看看 這裏買東西很棒 什麼都有 如果你有走去鴨寮街 這裏告訴你 它還不可以說齊鴨寮街 但是企理很多 價錢不是真的差很遠 我覺得這裏有很多東西 你在這裏買都可以 不需要說 帶很多東西過來 除了帶隻狗 也要帶 接著就搞了 12月又到了 所以很多東西 就很幸運就結束了 因為這裏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技巧去了解 這邊的生活 所以我們在生活上 就認識了關於 怎樣去用 省錢的方法 有好的享受 不是說過來 特意是怎樣 Enjoy life 享受 不要說這麼誇張 我講的是 你可以用 少的價錢 比香港更少 但是生活 情況 是比香港好 因為剛才我講了 為什麼我們過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情況有多惡劣 我們過來之後 嘩!其實不同了 很輕鬆的 你聽不聽有著聲 我看到天空是很光 很漂亮的 藍色的 即是外出有太陽 駕著一部車去接放學 上學 其實你會很舒服的 感覺 這個就是在這邊的情況 好了 你說有沒有後悔 後悔 後悔就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反而後悔 為什麼不再早一點來 因為這邊的生活 是不同了 說真的 其實你去英國也好 我覺得你過來生活 你只要處理所有的東西 你買到車有樓住 有地方住 租也好買也好 總之你有地方住 有一部車 其實很多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等於你再去找東西做 你就去找 四處都可以找到東西做 你看到很多個案子 外面說 每個人都找到東西做 如果你未找到東西做 都不用擔心 你過來才再找 一步一步走 那些東西是OK的 所以我覺得 那些東西順利 尤其是讀書 尤其是 你有沒有知道 這邊的教育制度 我覺得是好的 我在香港做 在香港讀 國際學校 就是媽女 他們過來 我看看他們的功課 發現他們上課 譬如很簡單 他們有Math 有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大家都知道 他們那些內容 是synchronize 包括意思是什麼 剛剛數學這裡講 教你怎麼做 然後你會看到 Chemistry 或者Biology 就會有 然後 Chemistry 講一些 Equation 譬如 Word Equation 譬如 Google 加什麼 變成什麼 product 然後 在Biology 會用得回 你看到 在同一年 那些東西很升 你會發現 他那個時間 一天上九堂 很厲害 一天上九堂 九堂很豐富 唐與唐之間很短 但是他們覺得很享受 不是因為地方大 不是因為他經常看到天空 亦都可能是因為看到太陽 你知道 有看過另外一條片就知道 太陽光線 其實是他很幫助人的活躍 所以我覺得 可能看到太陽 也是一個原因 整件事讀書很理想 當然 很多東西需要去拿 因為這裡 學習的 和香港國際學校有些不同 這邊 好像我們現在 香港 我們讀法1至法5 然後法6至法7 以前的制度 一樣 一年對一年 一模一樣 和以前的制度 所以 上學還可以 上學還可以 找學校 你要看過另外的影片 因為 你要知道 Local School 就不是我的專長 但是 Local School 都有方法可以看到 究竟 有些記錄 是叫做好 還是不好 當然有些不是很更新 你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些資料有多更新 如果你是說 Independent School 我們找了很多 其實 Total 我們Filter 剩下四間 因為其實 時間性 不是說 我想 我想預約就一定有 不是我說 學校 可不可以收我 因為每個人的年 每個人的月份都不同 過來 所以適合月份 還有一些已經收了身 所以我們Total 選了四間去考試 到最後 我們剩下其中一間 我們覺得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們就 因應學校 所以我決定住哪裏 跟你們可能一樣 你們都是因為 因為 For example 有朋友 有親戚 在那裏住 所以你就過去那裏 有個人照應 我覺得合理的 我們的情況就是 因為學校 所以我們就過來哪裏 如果你說 讀local school 你們都知道 你們有地址 就自然可以找到 local school 當然這裏排 也可能沒有位 你試試打電話也好 Email也好 這樣問 那 你看到了 生活 買東西 又不會特別貴 這裡有幾間商店 我經常都說 我未出的 這片 好像Sogo 連卡佛的Quality 但是你知不知道 價錢呢 是等於Ikea的價錢 你可以買到漂亮的東西 但是竟然價錢是 蛤? 這些價錢來的 所以可以做到 家裡很漂亮的 很多decoration 東西 這裡很容易買到 所以我建議 不需要很大的東西過來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 譬如我帶了很多衣服過來 到最後 女兒又大了 有些衣服又不適合了 有些東西必須 我覺得沒有大錯 但是 很多東西 我覺得家庭的用品 廚房的用品 哇 差不多什麼都有 但是有些機器 我們就特意買 帶過來 例如一些 氣炸鍋 某些品牌 我們覺得好 帶過來 但是很多東西 你發現這裡也有 其實這裡也有 很容易買到 價錢你不要以為真的很貴 就算加上稅 現在我習慣了 加上稅 其實都 算起來也不相差太遠 你可能剛剛來到的時候 覺得 哇 這個又說三磅 那個又五磅 其實你可能還未去適合店 你去適合店 譬如我講超級市場 其中有一間好市 不是很多品 不是很多種類 但是有肉 有蔬菜 有日用品 有食品 有奶 有蛋 那間叫Aster 就是Audi Audi那間超便宜 在這裡 很新鮮的 那些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都是可以買到便宜的 所以你住的時候 你再找一下 我遲些一路出片 你一路看 那 盡量給你們多些資料 去過來 看看怎樣生活 如果你說 再說一次 有沒有後悔 都是沒有 都是沒有 所以OK的 OK的 如果你現在還在猶豫 究竟應不應該過來 或者過不過來 英國好 在哪個國家都好 那你個人在英國 應該都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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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制度是非常之好 那 OK的 OK的 現在我覺得在這裡 生活是很順利 不要說無憂 不要那麼誇張 但是起碼叫順利 那現在要再下一步 就是 怎樣可以 女兒讀書 更加好 就是我覺得 做父母給機會 小朋友讀書 是好的 這個方向 就是等於 以前我去加拿大 都是因為 父母給 允許我們去加拿大 所以我們幸好 就讀到書回來 那現在又去到這個位 那倒過來 到我支持 我的下一代 那所以 做父母就是這樣 沒辦法 我們就捱一下 但是 其實小朋友都捱的 你想一下 他過來都要適應的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帶了他去很多地方玩 因為我確認了買樓之後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時候還沒開學 就帶他去很多地方玩 我想我大概 一個半月 都駕了5000km 都有 但是這裡是說miles 你們的 km 你們比較容易明白 乘1.6 你把miles乘1.6就是km 即是1000km 就等於1600km 就等於我走了3100多km 那很多地方可以值得去的 你不要以為這裏 COVID就說 很嚴重 那些人不戴口罩 其實這裏因為疏落 那些地方 所以他不是很迫劫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安全 那就是這樣 那 我有個channel 我都希望幫到其他所有人 所以我要拍這片 盡量很詳細去說些東西給你聽 即是其他片 那 有些去到幾十分鐘 但是很surprise 原來我看錄錄 你們個個都看完的 這條片很多都 真的看得很長 因為我可能 我都希望我盡量教得細細一點 即是講解細細一點 那 不說我以前做什麼的背景 那就遲些有機會再講 但是我的 research 你們都盡量trust 我覺得都可靠的 那 跟著我講得給你聽 那些我都有 要麼親身試過 要麼我就了解得很清楚 又或者我買過 所以我告訴你 哪些產品值得買呢 你看我的連結 看我其他的影片 如果我畫得得了一些 其實你都可以跟著買 都沒有問題 那所以所有東西 就是這樣 那 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Subscribe 和FORWARD 給朋友 那下次有機會 再見 這個小狗 現在超眼睡了 好 拜拜